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卫士他们 这个清美航太的这么生产 制造了一款无人机 即将2025年提供给台湾国军 台湾的军队 这个无人机叫做JECO 叫豺狼无人机 这个豺狼无人机呢 可以说是 这个普尔齐啊 很多啊 这个金泰 他获得了啊 就是金伟这家公司台湾 他获得了这个豺狼无人机的授权 来生产 啊 这个豺狼无人机 你看诺斯罗普 豺狼无人机用于突破防御 在2022年的时候 10月11号的报道 说白了是可以做情报手机监视和侦查 啊 等等 然后这里头 他自己获得了这个制造的权利 在台湾国内制造 豺狼无人机的权利 并且获得了相关的技术转让 好 赖清德在这个展文上看 哎 看到里有一款电机 说这个电机使用什么 是T-Mobile 后来别人一挖 这个T-Mobile是啥 T-Mobile 是南昌三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啊 网上一查 T-Mobile 是南昌的 南昌大致的啊 专门有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南昌也是中共啊 专门搞飞机制造一个基地 啊 南昌飞机制造 里面之前有大量的啊 这个 兵工厂都在南昌 这个T-Mobile 有人就挖出来了啊 这个T-Mobile 不仅是中共的企业 还是中共军方的企业 专门是中共啊 这个 军民融合的企业 利用中共的一些 边缴边料的技术 来 一压十尺的一种方案 他提供的主要就提供电机 你看 更安全的动力系统提供商 无人机动力 机器人动力 模型动力 定制指甲等等啊 指甲 南昌三锐智能 就T-Mobile 他这里头是可以安装很多啊 武器化东西 以及远程监控 远程控制 是吧 因为提供动力的同时 他也可以把你的信息 给他收集过来 这个提摩博啊 是吴敏创立的 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说白了 是中国的国防妻子之一 北航出来的 我们大陆都知道 那就是 中共啊 专门军方里头 专门搞啊 飞机制造啊 就是战斗机啊 这些基本上都是北航出来的 这个吴敏啊 之所以成立这个公司 就是中共 啊 居民融合的一个案例 就是把美国的相应的技术 投过来 然后呢 就跟那个武汉小瑞智一样 黑客投过来 投过来以后呢 然后再成立这个公司 然后把它产品化 然后把它降低成本 然后再反过来 啊 给这些 做供应 就跟那个小瑞智啊 就跟那个 特斯拉那个电池一样啊 做完以后 反过来说 我们跟美国的一模一样 但比它便宜很多 是吧 这个提摩博不仅啊 给这个台湾的生产 还给乌克兰的 有些 还给 这个 伊朗和利巴嫩 伊朗和利巴嫩的 很多无人机 说白就恐怖分子的无人机啊 都是 来自提摩博的 是吧 这个乌克兰呢 里面也有 用提摩博的东西 啊 所以说 包括俄罗斯 里面也有用提摩博的 这个别人用 咱们啊 咱们今天节目 主要讲的是 为啥台湾啊 一个这样的 啊 授权生产 国 国防企业的 提供商的 居然 使用了 啊 他的敌对国 中共国 提供的产品 还放在这最核心的 电机上 电机一旦 远程遥控 直接给你 停掉不就得了吗 是吧 啊 难道他们没有调查过 这个T-Mobile 是什么公司吗 我不相信 这么大的事 那台湾 啊 国防部这里头 那肯定要审核的 每个配件 是吧 这个 这个经纬啊 叫Geoset 经纬 首席支撑官 叫Max Law 还向公正保证 中国零件 不会用于军事单位 那但是立即被打脸 他给赖清德展示出来 你看 我们用了这东西 多牛逼啊 一看马提摩博 中国的 中国军方的 是不是 这不是说白了 就是故意 在背后捧赖清德的刀子 回头说 你看 这个东西是赖清德批准的啊 赖清德 赖总统都已经参与了 是吧 回头有人妈就背后捅刀子 说马赖总统 你看居然参与了这个精卫生产这个啊 豺狼无人机 背后 是不是有什么 就说白了 就是开始 媒体 要开始打击了 是吧 你到这个展位 你知都不知道 这个提摩博 所以 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给他揭露一下 这有很多媒体啊 这个台湾 这个叫Digital Times Asia 记者叫 Sam Sam 霍博 霍博 专门写了一个调查报告 给他披露出来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 就告诉你 说台湾内鬼 内鬼很多 就是我们是搞工程的 我们很清楚 搞制造 就是这个鬼就藏在这些啊 搞配件的一些工程师 一些这里头 你根本察觉不到啊 回头一旦战争开始 所有东西 就跟那个假物战争一样 这里头 这里也不管用 那里也不管用 你花了钱 回头给中共制造了 中共啥都干得出来 林女士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看到这个新闻报道 对 就是因为在 是上个月的三月 三月二十几号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像路德先生讲的 对于代总统 也许就是要挖坑 然后去献赖总统 在这个部分 在军工的部分 而且他这个部分 人家当质疑这个警卫 这家公司的时候 他自己去示说 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 有那个红色 这个中共国的生产的 这个零部件的部分呢 要去做一个转换 然后转换到就是 都是台湾自己能够自主研发的 但是你看他在这个展会上面 所生产出来的 然后所运用的 还是Main in China 那这个的议论 其实就是对于 让台湾的人民会非常的分开 就是既然就是 国防部或者是军情单位 都一直说 会对台湾的 这一个本身的国家的国防意识 还有对于这个国土会百分之百 会非常的就是 去保护到这个台湾的本土 而且不是之前不是说 24小时之内 我们就可以如何的动员吗 这个还是国防部自己讲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越来越紧绷的 这一个敌对的局势 然后但是在台湾的内部 却没有这样子的气氛 也没有对于中俄朝一 这个邪恶轴心非常明确的定义 在这个不管是媒体 或者是政府 所释放出来的这个讯息 都没有像美国 现在还有英国 或者是五眼联盟 所释放出来的中共国 他的邪恶 然后他所做出来的这一些 对于全球的伤害是 除了超限之外 这种无底线的 这个舆论认知方面的危害 他在于内部的颠覆 对于每个国家的这种 政经体制的伤害 其实都无比巨大的 那更何况 借着所谓的民用的这个无人机 然后又把它转成是一个轻型的军方 可以去用的这种军民两用的这种轻型无人机 然后他也可以去搭载这个炮弹 那轻型的炮弹三公斤的他都可以搭载 那这样子这么具有一个战斗力的这个无人机 你这一个经纬的这个董事长 他在生产的时候 或者是在跟土耳其 或是英国去签约的时候 都没有非常的详细去了解到 其实这一家公司 他的背后 你跟土耳其 土耳其这一家的背后 是真正是土耳其公司 或者是其实是幕后的那个引武者 又是中共的这个技术 或者是中共的这个资金 那英国的那一家也是一样的 所以当一个军事的这个准备 或者是你军事的这种无人机的开发 这么严谨的事情 也会非常影响到台湾未来 在军事发展方面的战略的布局 那这样子其实已经让台湾的人民 看得出来的就是 台湾的军方 或者是台湾相对应的这一些 配合的这一些 跟军方有关系的这一些公司 其实对于台湾本土跟国家安全意识 那种是不够的 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其实都是在间接的去帮助到中共国 而实际上是伤害到台湾 包括伤害台湾 真正能够自主防卫自己的能力 所以从这两三年 路德社一直不断的披露 台湾国防部的情形 跟台湾的很多的单位 有形无形的都 进阶或者是好像默不作声 对于中共国的这一些 对台湾的主权的侵犯 都没有非常正面积极的回应 然后对于台湾 不管在媒体舆论方面 也都没有非常的正面的去报导 跟中共国怎么样一直不断的对于台湾的这种侵害 跟慢慢的加速封锁的效力 这个都是让台湾民众是闷在鼓里 然后好像是真的是温水煮青蛙的状态 那对于台湾本身民众的觉醒跟对于军备的这种赶快去加强防务 或者是真正的那种精炼 就是对于军事方面的演练 其实都是差太多了 所以这个是自己的一点看法 就是经过同样的这一些议论的这个新闻 然后可以看出来整个台湾在国防方面 还有跟国防相关的这一些公司方面 他们对台湾其实真正的伤害 其实是大于他所谓的发展的 陆德先生谢谢 好这个这个是啊我相信它不仅仅是T-Mobile 这一摩头啊不是T-Mobile是T-Mobile 这一家啊产品现在啊被悄悄的放入了台湾的这些产品线里头 就台湾的这个审核啊 可见里面这个评估审核这些有问题的 这这整个无人机才几个设备啊 这一个这么大的设备都看不清楚都查不清楚 他就是来自中共国的居然还堂而皇之 是吧还展出来给赖清德啊来看是吧 你看我们都是台湾制造嘛 一个T-Mobile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还是军方的 所以这这就是很有问题的 这是故意的一看嘛 这就是绝对不是失误啊 是故意啊在这里用 说白了这里头有很大的问题啊 希望这个 咱们的节目能引起啊 台湾当局的重视啊 不要被中共的这种渗透 渗透到这个供应链系统里头 就是国防制造的供应链系统 如果被它渗透了 你就麻烦了 好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林医师再见